HELLO,大家好,今天就是1月11日,在12日凌晨會出街 香港財經R今天講的就是Summary,這個星期恆子是再創新高的 今天恆子在星期四收市是31,120,我沒有記錯,應該是破2007年雷曼之前的歷史水平 大家經常說,逢7年有股災,其實97年有股災,07年我記得沒有股災,只是見頂 但今年2017年又沒有股災,又沒有樓災,那會不會2018年又有股災又有樓災呢? 所以大家看到,我跟朋友說,恆子有股災,看到36,000 我先講的,我跟朋友先講的,我是上星期中那時候講的 然後到星期尾,即是出周刊,每個都看到恆子36,000 很多人都很懷疑,恆子有沒有機會36,000 你問我呢,我素來都沒什麼股災的,但我覺得恆子是有機會36,000 只要A股上就OK 大家看著每天的子造上升,有一件事你一定要看的,就是資金 資金是不能騙你的,現在大部分的資金都是北水 資金是不能騙你的,當港式一抽升的時候,大家應該要知道 香港的股市就會飆升,為什麼呢?那些人要換港幣 他換港幣需求大了,那個港幣就飆升,對不對? 那你說恆子36,000,是不是有機會呢?絕對有 如果A股再上升的話,因為大家看到,第一,不是通街的股神 第二,不是每個新股,那些人都瘋狂去抽,就來瘋狂去抽 第三,不是每個板塊,開始你看到每個板塊輪流來了 例如之前,搞完汽車股,搞完騰訊系,現在做什麼? 現在做什麼?資源股,內銀,內房,逐個板塊來 那些錢逐個板塊入,還有你見到,還是維持到1200億的成交 一向香港的股市是800億左右,那多了這400多億是什麼呢? 北水,北水,原先那些,你見到的士頑旺,你也不會走,對不對? 所以問題就是這裡,你問我有沒有機會游? 有的,只不過是不是升你那隻? 我看到內房這麼厲害,我看到碧桂園在2007,2007是他的股票號碼 我看到他去到2017年9月的業績,其實他的業績相當漂亮 無論那個銷售額,他已經五千多億了 很厲害的,五千多億的,無論他的收入,他的毛利,他的盈利,股東權益回報 都是上升的,他的債是減了,他的現金流和等價現金額是多了 如果是我計算的話,大約現在碧桂園應該是值 我們說到2017年9月的年度 整年升了大約37% 如果我計算的話 碧桂園應該是12-13元 現在去到18元的原因很簡單 股市上人們期望他接下來的業績是一樣的 但接下來的業績如果不一樣 就會跌回到12元 就是這個原因 至於你說他可不可以持續呢? 我不知道 因為很多東西會影響到碧桂園的銷售 建房子和WISD是不一樣的 建房子要借錢 建房子要賣、要回籠 大陸地方大 當然碧桂園已經很久了 是我們年輕人的時代去買國內樓 到現在二十多年了 二十、三十年都在來頭了 碧桂園 他是一家很老自豪 我覺得是很誠實的公司 有些朋友跟我說 買內房股買什麼? 我說 買股買龍頭 你記住 買股票就買龍頭 買最大的那個 但是為什麼我沒有買碧桂園呢? 原因就是 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十年後 他生意都一直這麼好 你明白嗎? 我在想五年後、十年後好不好 可能我錯也不明白 我不知道 但是我想法是這樣 還有現在他的估值是高的 如果我買十八元或者十七元買的話 就是我要告訴自己 他下一季都好像今季那麼厲害 今年那麼厲害 我不知道 我不肯定 有條空 人民幣會貶值 有限價令 有限買令 很多 我不知道 反而我向大家推介 就是多點留意國內的物業管理公司 例如中海物業 在我組合裡面有的 或者是六成生活 接下來的雅居樂都會出雅生活 為什麼呢? 這些是不會輸的行業 他將自己的屋苑 慢慢慢慢地放入這間管理公司裡面 然後收管理費 收配套服務 收一些資源的費用 贏你 他不等於中國海外 太多屋苑可以under管理 他們可以收到的管理費 是比一般高幾成以上的 我們根本未看到盡頭 例如六成生活比較貴 四十多PE 中海物業我又買 現在三十多PE 我還會繼續持有 雅生活 彩生活 我只是買了中海物業 彩生活我沒有買 雅居樂都會出 這些如果他不斷把自己的屋苑 放進這間物館公司裡面的話 通常你都不會轉 你怎麼會轉 這麼麻煩 他們那些人是有錢的 買這些屋苑 那生意必定水漲船高 看不到盡頭 因為太多不斷建出來的屋苑 會放回自己管理公司裡面 容易理解 現金流充足 又不受國策限制 國策不會叫你不要給管理費 所以我是推薦這個版塊 只不過現在貴一點 說了很久 我就把投資組合 告訴大家 大家可以定格看 這個鑽石900萬投資倉 我在2016年1月3日開始做 我是不斷慢慢加進去 在中間裡面有買過有賣過 亦都有加過馬 亦都有減過馬 亦都有套現 大家可以定格去看 這個不是一個投資建議 但大家可以看看 我買股是比較保守 但即使你是保守也好 大家可以看到 兩年之後 連賣股息的組合表現是41% 恒指是55% 我每年都給你20% OK 還有下一個畫面 大家可以看到 中間整個我買賣的過程 我買過什麼 我買過什麼 為什麼買 為什麼買 寫在裡面 這個表 這個表 當我買賣的時候 我會更新的 大家如果想 我存放在一個 Google的保存 裡面 如果大家想 直接進去 在一個Excel Wall Street裡面去看 你改不到的 你會看的 那你可以在留言裡面 給你的email 我把那條link給大家 那大家就可以 因為有時候 我會 看到好的 我會買 有些我覺得不行 我會買 大家看到的 有買有賣的 這個就是昨天硬了的畫面 OK 那是Screenshot 大家可以進去看 整個Excel Wall Street是怎樣 你在留言裡面 給你的email 我會把那條link email給你 你可以隨時去看 或者你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我買 為什麼我賣 其實我寫在這裡 你進去看 整個Fold 這兩年我做過什麼 你很清楚看到 你可以問我 你可以在留言裡面 留下你的email address 這個投資組合的問題 就是因為現在的股市已經相當高 我要套現一些錢 預備個市場跌的時候 用來做撈底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興趣的話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留下你的電郵地址 有時你自己可以upgrade 去看看 做每一樣東西 我下面都寫下了為什麼 好嗎 還有一件事 就是 我自己平時閱讀的刊物 就 經濟日報 iMoney 這兩個是我自己出錢的 我一向都有的 東方財經 坦白說 就是管理員叔叔給我的 所以我每晚看是不用錢的 OK 但是因為做了這個財經節目 坦白說 我一個人 就不可以看這麼多 finance report 有時我都會去 聽聽別人的講座 拿一些意見 自己融會貫通 例如華富財經 那些我只能看他 因為我沒有辦法看這麼多 report 我亦都沒有辦法寫這麼多 所以 你見到 接下來我會參加一些講座 例如曾宣昌博士和林本利 沒有用的我不會參加的 曾宣昌博士和林本利博士 我都會去參加他們的講座 看了他們的資料 我就不會直接告訴你 我會融會貫通 自己study了 我才會在這裏跟大家講 另外我希望會訂閱信報 和信報月刊 華富財經 這樣的話 我可以多一些資料 做多一些好的節目給大家看 做多一些好的portfolio 做多一些好的投資建議給大家 因為我自己看不完 我沒有可能 我一個星期現在看兩至三個finance report 已經差不多是我的極限 所以 我 在下一輯或兩輯 我會把我的銀行戶口寫出來 希望大家 多多益善 少少無拘 可能你捐獻十元 二十元 三十元 那些我本身不用參加 譬如曾博士 可以在這裏播出 對嗎 因為我去錄音是沒問題的 因為我給了錢 但我不能夠在公共的媒體裏 去release出來 為什麼 因為人家有版權 那些可能你私底下找我 好嗎 這樣的話 會 拿多些資料再和大家分享 好嗎 那大家可以看了這個投資組合 我經常說一件事 什麼財經院都是假的 你看看他的投資組合 幫你找不找到錢 就可以了 找到錢 如果長期的 你要相信他 找不到錢的 只有講字那些 今天講A 明天講B 後來講C 沒用 現在我的 投資組合的問題 就是 我要 開始減遲 因為我要留一點 cash 譬如140萬 現在 我可能套回60萬出來 預住 蝕跌的時候 我會撈底 如果不是到時候 就沒有了 是不是 那我沒有得撈底 那我的投資組合 那個performance 就會差很遠了 好嗎 那 下次或者再下次 我會登出 我那個銀行戶口 那如果大家OK的 五元 十元 兩元 三元都不要緊要 作為少少的捐款 我會用來參加講座 訂閱多些 其他的財經的雜誌 或者看一些多些的股評 拿他們那個業績報告 然後分析 再和大家一路upgrade 好嗎 我們希望我們這個 香港財經 不是外面那些 只是講消息 只是講number 希望和大家分享 除了教材之外 亦都分享我們的投資組合 等於 我非常崇拜的偶像 冬尼 你看他的天下第一倉 如果你有跟的話 一百萬 在三四年之後變七百萬 這個是我的目標 我和他 中相距很遠 但是我努力著 好嗎 希望大家多多留言 一路會加一些教育性的東西下去 好嗎 因為一個星期做三晚其實都很辛苦的 但是我見到有多的 有時間我會再做 好嗎 希望大家多多留言 下一個星期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好嗎